来,小狗狗,继续吃,继续吃,夸夸生宝宝,到时候打地心人全靠你们啦 无论地心人飘得多灵敏,想得多快速,让我狗狗大军够强大 一人咬一口,地心人瞬间有狗呆啦 加上我的奸人长迷宫,很好阻挡野猪长毛怪的突袭 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水帘房子,在水流和小门的阻挡下 地心人想碰我一根寒毛都不行,几好保障安全 剩下的鸡纱就交给狗狗大军 啦啦啦,打任何怪物,都休想威胁到本姑娘的生命 这就是我的极限生存法则 那小狗狗就是怂,怂大 哇,小伙伴,千万别学臭梅子,鲁满地跟地心人拼个你死我活 极限只有一条生命,一不小心就GG啦 嗯,现在还是大排天时间,为了更好地和地心人周旋 还要去雨林收集一种神奇的宝贝 你们猜猜是啥? 姐姐是乔木果实 没错啦,就是乔木果实,像柚子一样,又大又圆 试了之后,浑身充电式的,短暂时间内能跑快快和跳高高 和地心人盘旋再还是不过 据说,为150个给雨林收集,还能驯服 不过啊,我试了并不行 但有小伙伴试了又可以 所以啊,到底可不可以呢? 香蕉也要收集一点,毕竟剩下的鸡腿也不多了 诶,瞧我发现了啥? 好焦我,竟然是钻石头盔 雨林果然是个神奇的地方 要是再让我捡到钻石胸甲,钻石腿甲,钻石鞋子 那就发大财啦 姐姐,你在想屁去了 想想也不错嘛,毕竟小儿子喜新厌旧的 说不定还真会再丢一次呢 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在雨林捡到宝贝啊? 诶,瞧我又发现了啥? 土豪猴子,手上拿的大金块 哎呀,我的大宝剧怎么不受控制啊 住手,住手 嗯,小猴子传的回家,留下大金子给我 那就忍心收下来啦 姐姐,我看你嘴巴都笑裂开了 你分明是故意的 嗯,不,不是的 大宝剧真的会自己扛土豪猴子 不信啊,改天你们看到土豪猴子 估计比我还冲动啊 继续收集我的草木果实 香蕉 嗯,一番功夫后 收集不少的草木果实 香蕉椒,还有西瓜 今晚对付地新人 看戏的水果就够啦 哈哈 来来来,狗狗起来吧 准备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今晚咱们大战地新人 咬着大眼珠子怀疑人生 啊,好痛啊 臭野猪,来撑什么人啊 狗狗大军,上 哇塞,狗狗们 你们也太厉害吧 直接到树叶中撕咬成片 太棒啦 前面有只大眼珠子 瞧它脑隔天 狗狗大军,到你们的表演 咬它,咬它 啊,好痛 一口咬了我三十血 狗狗快上 臭小子,有种单挑 啊,我去 就剩一滴血 好险好险 它喵的,地新人还是太厉害了 实行B计划 再敲它脑壳腾 跑跑,跟进跑 立马躲回雪莲房子 嘿嘿,这下撞不到我吧 说下的就交给狗狗们慢慢解决 我就好好看戏 无伤搞定搞定 不过,我总感觉一个水帘洞不够啊 要是地新人离很远 跑到中途,就已经被撞狗呆啦 嗯,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是不是做几扇门就有同样的效果啦 好嘞 做出十几扇门 把门四四翻翻 东南西北各放一上 大概就是这样 在另一处位置 同样安排一样的防身门 这下我就多了七八个的长生之处 试试效果怎样 一叉地新人,赶紧跑啦 找到最近的长生就躲起来 来来来,打不到我吧 打不到我吧 无伤尽杀,完美 同样的方式,再来一只 真的好实用 我只需要看戏就好 哎哟,这么快就过一个晚上啊 才收集几个碎片 效率太低啦 先治疗一下狗狗 辛苦你们啦 现在又是大白天 你们懂的 尽可能安装多一点防身门 晚上就能大范围的猎杀地新人 嘿嘿 一上一上排排装好 地有多大 防身门就有多少 当当啊,看看 几十个的防身门 覆盖了大半片沙漠 今晚就裂个痛快 来啊,大眼珠子 打了就立马躲在门里 安然无恙 还能大胆吃水果看戏呢 嘿嘿 不过啊,关门的手术一定要快 不然还是会被大眼珠子撞到 撞了下就没了半选 一定要注意哟 有了这躲避方法 配上狗狗大军 打地新人真的简单了很多 啦啦啦 轻轻松松就收获 52个传说碎片 64个地新真眼 嘿嘿 小伙伴们 你们玩极限生存 也可以像我这样 凡身门配狗狗大军 来击杀地新人 无伤且轻松 你们学会了吗